我工作 地盆正面施工 那逢是夏天,一定是燙的 太危險了 而且辛水辛汗 用體力替耗工資不太成精 即是像紮鐵那些 真是職刊真是漢字 我們頂不住 沒有這個能力賺這個辛苦錢 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禮格 但我們每天的工作時數 可能相對地比一行要分一場 我純粹不喜歡等時間過的工作 你上8個小時 那12個小時 那8個小時就偷在那裡 等時間過 有些職業一直都聘請不夠人 現在年輕人 人家也喜歡做自己的事 甚至是一些邪廣族 同一時間都做很多事 請不到人的話 起碼要合理地調高工資 才有吸引力 今年這麼困難, 生意這麼難做 都有加工的 都有3、4%加幅 這證明僱主很想留住員工 有些行業更加面臨被淘汰 打開門做生意 這個真的十個小時以內 政府就決定推出輸入外勞計劃 這個主要就是要實事求時 去應對各個業 都是人手不足的問題 我們經常強調搶人才 但長遠離計 我們可否靠自己 留住和培訓本地人才 本港失業率持續回落 6月至8月, 失業率是2.8% 回復至2019年6月的低位 社會普遍都認為達到全民就業 據2019年的人力資源推算 到2027年, 本港勞動人口 短缺將達到17萬人 市場上大量職位空缺 而飲食業一直都很不夠人 好, 早安, 各位同學 我知道大家接下來 會去我們的訓練餐廳和酒店 裡面是On Duty 我請到一個畢業的師兄 一早回來 為我們準備了很多食材 我們也想找他來看看 他可否分享一些 平時他做主菜的經驗 Roman, 你說一下 你現在在哪裡工作 我現在在中環這間法國餐廳 米芝人一星 製作中級教師 28歲的Roman 是2019年畢業的職業訓練局 國際廚藝學院學生 這一天, 他以師兄的身分 回到學校和師弟師妹 分享工作心得 他讀副學士的時候 主修心理學 投身社會之後發現 做一份自己有興趣的工作很重要 而自己一直很喜歡入廚 於是決定轉行 去一間西餐廳, 由低做起 他們不可以給你太多 可能需要經驗或技術工作 每天都是重複如是 變相你可以學到或看到的東西很少 我在那裡工作了一個月 但感覺上 會令自己覺得自己停滯不前 於是我就報讀報告文法 轉職了現在任職 在一間中環的法國餐廳工作 由低做起, 由初級廚師 他們一年後都已經成為一個中級廚師 不過Roman當初這個決定 就得不到家人的支持 家人一開始是不支持的 因為… 但他也會覺得做這行飲食業 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長時間的工作 或者是他們一些負面的對他們印象影響 但我就會希望… 當我真的投身這個行業之後 我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行動 去證明給家人聽 其實可能工時是很長的 但如果是做一件自己開心的事 其實你不會覺得很辛苦 家人現在都會變相還是繼續支持 因為他會看到你有一個很明顯的進步 業界一直面對人手短缺的問題 像Roman這些又抱負 又上進的年輕人 要入行發展可以說二餘反掌 就像我個人經歷 我覺得沒有經驗的人 其實都可以入行的 即使你沒有經驗 你可能將來十年、二十年之後 你都會是一個獨當年的廚師 我覺得不需要因為沒有經驗而卻步 即是你有相對的資歷、經驗、技術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平穩地上去 但當你是否成為一個很明顯的廚師 這就需要你個人的實力去支持你 你們也有接觸我們的同學生 在他讀書的時候 他已經有機會去到香港意外的地方 去做一些實習、交流 就豐富他的閱歷 在他畢業之後 其實他也拿到一個獎學金 去到外國去修讀一些 跟廚藝有關的學士課程 就拿到學士學位 回來之後 也在一間米漬年一星的餐廳裡 做一個中級的廚師 做得非常開心 職訓局一直推出很多在職 和職前培訓課程 執行幹事唐志強說 學生畢業之後 很多都順利運工 我們每年都做一些調查 分兩部分 如果我們是高級文貧、文貧課程 一般來說 就業率都達到90% 而我們的學位課程的高科院 達到95% 我們畢業生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要實習 通常在實習的時候 很多同學根本已經沒畢業 已經讓僱主準備平容 等待畢業的時候 單單計算國際廚藝學院 每年培訓大約二千名 全日制及兼讀制學生 畢業生就業率更達到九成 不過都有做過飲食業的人 因為行業環境和待遇等原因 都已經轉行 因為工時長 工時長 可能你說月放六天 跟文職差不多 但是工時長 還有時間剛好 可能跟家人朋友相處的時間很少 還有晉升的空間不特別多 可能去到分區的經理 也不是說容易 你很辛苦 可能午餐時間 那段時間, 過一、兩小時 你也很吃力 飲食不定時 身體會出現問題 例如飲食業 大家可以看到 中式的飲食業特別難請人 日式料理或其他 西餐比較容易請很多 以前可能是三個人的工作 現在變成兩個人做 可能加了少許薪金 但是很多都做到 超出了自己體能的負荷 就是說在行業裡 可能最健碩的那批 可能有三成人 然後才可以應付到工作量 不僅飲食業 多個行業人手嚴重短缺 政府說本地勞動人口 由2018年368萬人一直下跌 到去年年底的346萬人 五年間少了22萬人 而某些色味行業 因為缺乏年輕人接行 可能會被淘汰 旗袍這些中式長衣 雖然在2021年被列為 第五批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之一 不過現在在街上 要找一個穿旗袍的人 都不容易 香港現在的旗袍店越來越少 越來越適美 但香港還是還有的 我想多少間 大約十個首次以內 為數不多的旗袍店裡面 其中一個創辦人 是80後Janko 在行業裡面是非常年輕的臉孔 本身是時裝設計師的他 十幾年前參加了一個設計比賽 將棄制牛仔布料 重新製作成旗袍 令他贏得冠軍 之後創立自己的品牌 為旗袍注入更多新意念 如果我們讀過時裝的人 他只不過是健身裙 只不過他的結構是… 即是結構是這樣的 但是做工我慢慢學下去才知道 因為就算做這件的旗袍 其實可以很傳統的老師傅 可能80歲、70、80歲以上的師傅 有一個手法做的 可能四、五十歲的那班師傅 有一個手法做的 現在可能又有一種方法去做 我覺得還可以的 下次這些你比較容易看 用撞式線 我是… 對 為什麼不用看這麼辛苦 很難看 Janko說不少傳統工藝漸漸失傳 是因為老師傅模式和現在 可能已經不合時宜 要推動行業進步 就要改變傳授的方法 例如我們教一條嶺 教畫一個嶺的圍 一個弧道 老師傅的做法 因為他做了幾十年 他看著這個弧道 拿剪一剪 或者畫一條線就已經是了 但你想想一個弧道 S型也好、什麼型也好 有一個線條 這個線條 你叫一個新學的人 你跟我這個線條 去畫一模一樣的線條出來 其實是學不到的 所以我們是… 有一個方法 我們之前教的指揮都是 用直線球員 用直線球員的時候 你就可以畫到一條 有標準的弧道 教學上 我們要用一點心思 去想清楚 我們怎樣教學員 他才能學懂這件事 這樣就是一個有系統的教法 Janko幾年前開始舉辦工作坊 希望將旗袍這種傳統文化 傳承下去 於是無論在物料運用 還是在教學模式 都要與時並進 等學員更容易學懂這門手藝 行業才得以延續 你說開工作坊也好 其實它都是一個教育的東西 那你… 如果你想去聖傳 你一定是透過教育 你才能夠成傳下去 就是興趣的人很多 做事業的人是少的 我自己用牛仔煲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轉變 一個是全新的一個 希望去推動向前的一件事 可以令到這一件體字 以為很傳統的東西 可以令到它生活化 那你就可以扭傳 政府九月份推出的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放寬二十六個非技術或低技術工種外勞 有些工種在香港不常見 有些色微行業 現階段就沒有包括在內 政府之後會不會有特別政策幫助呢 我覺得也要由市場去決定 我們沒有目的 要特別去幫哪個行業 或者解決某個行業的變反 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這個計劃是多多少少 是順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 有些行業就算大家覺得它也適微 但是對於整個城市運作 它仍然有需要存在 政府強調即使輸入外勞 都需要保證本地工人需要優先就業 如果僱主請人遇到困難 可以先向勞工處尋求協助 政府最近推出輸入的勞工計劃 其中建造業在8月完成首輪申請 一共收到26份 涉及5251名外勞申請 達到計劃一萬二千名外勞的四成多 而九月份政府再推出 補充勞工優化計劃 容許收銀員、市應、售貨員等 26個工種輸入外勞 解決多個行業人手嚴重短缺的問題 它一定要經過四個星期的本地招聘 那四個星期的本地招聘 勞工處有介入 如果我們斷定了,它也有誠意 都盡了最大的努力是請本地人 但仍然是有空缺,填補不了 當然我們就會跟它考慮 容許它輸入一定數目的愛勞 但愛勞也有規定,大家都知道 因為它的人工一定要不少於 本地同樣工種的中位數工資 另外,它要負責它的住宿安排 一切關於勞工下面的保障 它也要做得到 所以你看到我們整套的設計 都呼應我們的大原則 就是一定要做到 保障本地工人優先就業 不過社會上對於輸入外勞的看法 就很不同 全世界都是這樣 不僅是我們香港 就不是說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可能這樣未必能夠真正解決問題 王國希望政府長遠以培訓本地工人 以及釋放本地勞動力為首要任務 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 要從宏觀的角度去研究 就是我們香港的整體勞動力 一方面來說,香港勞動力很缺人 其實香港整體勞動參與率很低 就是說整體勞動參與率只有56% 相對新加坡是70% 澳門8月4日的話 一方面肯定是要通過培訓教育 令到如何充分釋放 以及發掘本地勞動力 第二個就是一個科技的引入 因為我們香港在科技的應用方面 遠遠落後 我們自己真的不夠人 你也沒有人可以培訓 你如何解決目前很急需要的勞動力 你不去輸入內勞 我看來無法解決這些問題 也很可行就是… 政府已經開始了 起碼很快就在今年年底 可能會有些人可以進來幫我們香港 史立德又說輸入外勞 其中一個好處是能夠更好調配人力資源 提升本港競爭力 無論你一個地區或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 始終會有高級數或低數或中高低 當然 若是香港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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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我們因為文化差異不大, 對吧? 人口下跌, 中六畢業生人數持續下降 跟主流大學一樣 主力為各行各業提供人才培育的職訓局 同樣面對收生壓力 最近建議政府除了推出輸入外勞政策之外 更可以考慮 跟內地建立資歷互應機制 推動兩地人才流通 其實內地生變成拿著一些專業民憑 來到香港, 他可以立即讀一些鹹節課程 拿到學位, 然後留在香港 去幫忙建設香港 我們的高級文盟學生 如果他在內地的高級文盟是被認可的話 其實他在內地 他又可以讀內地的一些鹹節課程 去拿內地的學位 他也可以拿著香港發出的一個學歷的資格 在內地去發展他的事業 因為如果有這個互應的資格之後 變成內地生南下 他們就會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政府強調未來人才培育很重要 同時都會放眼國際 內地人才很多 其實我們吸引人才都是全球的女體 我們面向全球 例如高材通, 我們都是面向全球 我們需要的人才真的多種 很多種類 所以如果是越廣闊的來源地 對我們就越好 培訓本地人最需要提升他的技能 大家一定要記住 我們本地人是我們的根和本 我們最希望本地人做事之餘 他有一個晉升的階梯 今天變得很平滑 我們每一盤都可以慢慢放出來 不需要緊張 我們首先一定要把灰放出來 把灰放出來, 再慢慢去修正 這位師傅網絡有板有硬 應該很有經驗 但其實他今年只有29歲 由七師傅文豪高級文鵬的時候 讀酒店管理 但跟建造業的朋友聊過之後 就毅然決定轉行, 加入建造業 可能四、五個 大家一起吃飯和聊天 其實建造業的前景都可以 為什麼你不會考慮建造業 我當初認知的時候還是好事 可能經過的時候看到工地 看到一些地面好像很大塵 好像很骯髒地培訓的時候 一開始會教你怎樣… 即是會有場景 即是會有一幅牆放在這裡 然後第一樣教你怎樣批灰 好像挺好玩, 挺有趣 之後就開始參加一些培訓 文豪成英 入行之前也有擔心 主要因為來自家的壓力 一開始都說會不會想一下 也很擔心 你為什麼要去地盤做 地盤會不會環境比較惡劣 當時入行前擔心就是 究竟安全會不會受到自己質疑 入行後會不會受到自己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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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工商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接近這個問題 入行後會否這麼足夠保護呢 可能我想在這一行見到前景 我想在這裡發展 發展之外 我會投入多少精力、精神 去投放在這個工作上 而令到這裡得到一個突破 文豪說接觸這行越久 越做越開心 滿足感越來越大 由一張白紙開始, 慢慢培訓升級 現在已經是大功 我當初出來三、四年左右 然後出來三、四年左右 剛好三、四年後 我就開始考中工了 因為當時三、四年開始 我每年自己開始不斷地 如何突破自己 嘗試每件事 有批灰、持有 有很多膽磨用砂紙 每件事都有技術性 用了這三、四年的時間 可能自己每件事去鑽研 去跟師傅或是由七公會的前輩 不斷地去其他不同方面去了解 覺得自己三、四年有這個經驗 可能可以師傅嘗試 然後就上了考這個大功牌 業界近年透過不斷調整薪酬 來挽留人才 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的數據 從事工營建築工程的工人 每日平均工資繼續升 好像文豪在做的油漆工 工人平均日薪升到1279.3元 而文豪在做的大工日薪 已經達到一千五百元 工資越來越高 但始終吸引不到人加入 建造業議會最新一份人力預測報告 估計本港未來四年 建造業人手不足比例 擴大至一成半到兩成 情況嚴峻 政府決定為建造業輸入外勞 本身是工聯會理事長的王國 就擔心本地日薪工人 可能會淪為月薪外勞的後備 可能日薪的本地工人 可能會提供後備的力量 可能會更衝擊本地工人的就業 所以我們希望外勞都可以月薪制 本地勞工是否都可以 都應該是月薪制 月薪制本身是否最有效益的 所謂的僱用方法 有些業界的勞工 我比較喜歡建工制 建工制的意思是多勞多得 林建榮說 對於建造業月薪制 業界沒有共識 但普遍同意輸入外勞 屬於短期輸換人手不足的措施 中長期來說 還是要運用科技和培訓本地人才 我們找不到一些人入行 這是最主要的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我們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為何短期來計算 我們要輸入外勞 是為了舒緩現在的緊張情況 中期培訓我們已經在立 我們商會一直跟建造業月薪溝通 我們甚至去做一個合作培訓計劃 這個合作培訓計劃是甚麼呢 是先聘請後培訓 我們可以自己找到一些有興趣 有我們的業務 自己請回來 一邊做,一邊去培訓 希望加快培訓的速度 現在的趨勢全部是有資力架構 亦希望一個所謂南嶺 都有一個途徑出來可以上樓 可以進行工作 一邊離開 這位導致屈指導師 是在辦公室 可能坐在這裡舒服點 回上上午9時 建造業不是大家的口中 可能說得都很骯髒 最重要是自己堅定點 自己去做那件事 我覺得更開心的是 我投放了加多時間 在食物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